好, 阿澤, 有些問題想問你 是 看到你就對了 因為我有些朋友和你一樣 都很喜歡研究相機 他就是生日, 不過我沒什麼預算 要買這麼貴的相機, 真是賣不到 有沒有什麼相機配件 可以買得多也不怕呢? 對, 如果是這樣 你可以買一支閃光燈給他 閃光燈?每部相機都有的 不是嚇你 其實現在很多專業級的相機 已經沒有內置閃光燈了 對, 為什麼? 因為內置閃光燈只是單一方向 而且力度很難控制 所以很多專業級的相機決定 倒不如也用不著, 就這樣弄走它 就是要買另一支閃光燈? 對, 如果你買了另一支閃光燈的話 就像這樣裝上去 可以用的功能比較多 例如一種叫跳燈 什麼叫跳燈呢? 就是閃光燈不是直接打到主體上 就打上鐵, 就靠這塊白色板 或者另一些很大塊, 我們叫做彈性卡 就去反光, 將光柔和地打到主體上 對, 這樣打出來的光就沒那麼糟糕了 就是室內室外都可以這樣做? 對 另外, 如果多一支燈的話 它就可以玩到飛燈的效果 飛燈? 這是什麼? 就是把燈飛出去 對, 在燈和相機之間 好像遙控一樣 這邊拍照, 這邊閃燈 這樣做得出光源 有不同的方向來 會有什麼效果呢? 例如側面的話 你在正面拍照, 樣子會比較立體 對, 還有陰影在另一邊 可能就很有型 又可以把這支燈放在你的背部 會怎樣? 拍出來就像光在後面射出來 全身有光的邊包圍著你 好像很有效果 對, 所以很多效果 都可以靠多一支閃燈就可以做到 說到一物多用 不如你陪我選擇一個漂亮的閃君 送給我朋友吧 好